精彩 精彩天日围棋频道 微信号 围棋天员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讲解烂科杯的另外一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是由谢尔豪对阵杨顶心 对 那个杨顶心的黑棋 是 我们看一下现场画面 这是今天的两位选手 杨顶心今年的状态很不好 以前有一段等级分已经达到第二了 但是呢 今年好像很多关键的比赛吧 都输了 状态确实需要恢复一下 这是顾志豪 顾志豪今年的状态挺好 顾志豪现在应该等级分到第二了 仅次于柯杰 这陈阳岳 杨顶是不是世界比赛成绩如果很突出的话 等级分就相对靠前 不是世界比赛的这个胜率胜局等级分会更高一点 它累计上来 好像没有吧 就国内的等级分 是差不多的吗 对 国内等级分 它的是一样的 一种算法 同一体验算法 但是它那个 刚刚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级分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出了成绩 你有那个参加世界比赛的那个那个级分 那个级分跟等级分是两个体系 另一种级分 这是小米 米亦婷是吗 对 米亦婷 姜薇姐 10月 这个比赛是单败淘汰 就是如果输一盘棋的话 就直接出局了 对对对 直接被淘汰了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这些比赛 在这个开始的阶段 都是单淘汰 一般到了半决赛才有这个三番或者五番 都有蛋白淘汰 所以就是说 运气抽签成分很重要 对 而且就是说 对于棋手来讲 尽管就算有些棋手水平相对更高一些 但是它也容不得一点失误 对围棋这个对你的集中力的要求是很高的 你输了这个就直接淘汰了 没有机会 很残酷的 这是许家阳 这个比赛是每方两个小时的基本时间 还有五次一分钟的读秒 对 这个赛制在现在来说是属于慢棋的赛制吗 我记得之前好像三个小时的慢棋很多 我现在随着这个这个观赏现在需要吧 对 下棋越来越快了 节奏比较快一些 对吧 但是两小时三小时的比赛也有 也有 可能现在两个小时多一些 三个小时会少一些 就是现在就是要求你你下棋 就是算的又快又准 刚才我们没讲完 但是我们刚才经过休息以后 发现那个比赛已经出结果了 对吧 黑棋是中盘胜也就可节赢了 对 可节赢了 后半盘很精彩 是是可以说这盘棋两个人这个 就是后面已经已经进入一种双方都晕血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我们下棋为什么我们人类下不过AI的原因 就是他他不仅仅是这个算力比你强 还有一个他永远能够保持住这个集中力和清醒的头脑 对吧 那么人下了后面的时候你经过这个四五个小时 这个长期的这个这个这个保持这个高度的紧张啊 然后计算你难免会有头晕眼花的时候 然后而且到了后面以后你进入独秒 可能就变成一分钟下一步棋 对吧 有些比赛30秒下一步棋 所以你你就失误就难免 对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 确实就是杀起来的时候就会有有有运气的成分啊 当然强强者他肯定还是在这方面他还是要更厉害一些 就是他的计算速度要更快 就是柯杰他是这个后面的时候 他的计算速度和精确度啊 还是要比别的棋手要要好一些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总是在能在混战的局面 他总是笑到最后的次数要多一些呢 对吧 那还是有有水平的这个高低子的成分在里头 刚刚那盘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摆完 但是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棋谱啊 下的非常的激烈精彩 我们本来以为是一个这个小戏棋 小胜负的一个局面 但没想到后来好像是一个对杀的局面 对因为已经收官了 没想到你就是杀的那么乱 对所以有兴趣的棋迷朋友可以自己自行看一下棋谱 应该会很精彩 好我们进入到这盘棋的讲解 黑棋是杨鼎心 白棋是谢豪 一上来就点33 他其实直接点33 他其实还是就是看你怎么去选择 然后呢通过你这边的选择 他选择站脚的方向 他先问你一下 就看白棋是往哪挡 对 然后他选择这两个脚呢 我站哪边 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那实际上呢 其实你换种思路呢 你也是可以脱先的 你也是可以脱先的 你不等于你走33的时候 我肩冲你一下 对吧 也是可以脱先的 对 或者说是白棋 其实在这个局部也可以选择一个先手的定势 选择全是在白棋手里 先抢哪个脚 对对对对 比如白棋打完就长一个是先手定势 对对 你真先手也可以 如果你选择那个连班的定势呢 就是刚刚我们上盘就讲到这个连班的定势的话 那黑棋就可以根据你的方向来 他选择站脚的方向 实战时白棋是长 长这个 然后黑棋是飞 飞 然后白棋选择站这边脚 站这个脚 是站两个脚都差不多 是 站那个脚也可以 对 第一感 第一感觉是会以为会选择站这个脚 因为这边毕竟是后世嘛 这边是发展的方向 当然好像在AI的时代 这些理论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但都可以下 就是站这个脚 然后你站这个脚 然后比如他小飞手脚 这很常见的开局都可以下的 是 其实就是看你 起手 他自有自己的喜好 然后他比如说他大家都用这个AI跑布局嘛 对吧 但是那我不可能脑子技术那么多啊 对不对 那我就挑几个我比较喜欢的格局 然后我深入的去用AI跑一跑 那么我在这个布局的领域里面 我能够比你多研究升个几步起 可能我就能占点便宜 对吧 你把所有的布局都装到你的脑袋里面去 你脑容量也是跟不上的 对吧 你不可能所有变化都记得住 这所以他们都是挑自己所擅长的几个图来研究的 白棋是站了这个脚 然后还去站这个脚 对 都是以欣慰开局的 他选择挂脚 这期点燃三也是可以的 AI也有选择点燃三 挂脚也是一种选择 挂脚现在肩顶是比较流行的下法之一了 以前这个肩顶呢 被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亏损的定势 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肩顶完 跳 然后呢 走了这步 直接就走二五十五 对 这个是很流行的 比较常见的 白棋比较常见的在这里就印法就是点三三考验你一下 你或者是先先靠这个也可以先靠这个呢 因为你扳是不太便宜的 扳他就挖接就行了 挖接这样的话呢 黑棋弹不上便宜 这样把白棋撞得太厚了 嗯 这个白棋 好像黑棋应该是不太便宜 所以呢 一般来讲呢 你就 想搬这个 对吧 要么就直接拖鲜 掉下也不亏 反正拖鲜也行 那你要走呢 那你就搬 搬如果说白棋走这个呢 黑棋就打吃完 虎过 这行还行 对吧 这样黑棋还先手捞掉一点实地 所以呢 一般来讲 靠完以后呢 点这个是比较常见 是 应手 看黑棋走什么 对 那如果你团住呢 他再挡呢 他那两个就会有些便宜了 对吧 你这样 你这样你 这样你再过去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白棋 这两下就 便宜了 对 将来保留火棋 还有飞啊 这些的 对吧 飞你要脚从这飞出去 总之这两下肯定便宜了 你肯定在这一带 或者这一带就吃住了 对不对 是吧 所以他 就靠完点 是这个局部 我觉得 比较 简明的一个印法 当然局部还有很多别的印法 就是比较简明的 就是你靠完以后 他搬 你就点三三一下 这样的话 他 他走这个呢 你还是可以再挡回来 这样你补上头 我就吃这个 你连这个呢 我就可以动出这个脚了 那他如果走这个呢 你搬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挡住了 这样呢 你就可以掐打在这里 是吧 那这个局部呢 像这样白旗应该还行 以后这个地方还可以爬 很稳立下来 这类的捞回来 所以这个局部来讲呢 要走的话 靠完点是可以考虑的 一个定性方式 是 是应手 那么 白旗实战没走 拖先也是一种方式 就直接不走了 对 就拖先是比 走一个跟黑旗交换 要好一些 是吧 肯定比这个好 肯定比这个好 你这两下还是觉得 被黑旗便宜的感觉 实地捞得很大 等于搬你们硬我 是吧 把人家挡住了 这边跳一下 是 地还是剩很多 但是拖先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拖先 你如果说你搬过 我不会在这走 我这两个就看轻了 因为这边呢 我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相当于这样一个旗行 对吧 然后走 你飞出 不 你大飞在这 对吧 对 把一冲一下 就是这下有点速 是 但是呢 你前面这三手棋 你的速度是相对慢一些 对吧 这三手虽然是个好行 但你在开局呢 你这步棋 显然肯定稍微速度要慢一些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推呢 就是白棋 它拖先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 反正你这边走一走 整个的子孝啊 速度不是很 不是很快 对吧 但是在开局可以拖先 但有些情况下 你是不能拖先 外头没东西下了 你必须下 对吧 就是在中后盘的时候 对对对 没有特别大的地方 可以抢的时候 对 所以这地方你要下的 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 就是靠板以后点三三 对 这个是比较好 好掌握的一个图吧 相对还比较好掌握一些 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用法 对对对 很多棋谱当中也是这么走的 是 实战白棋没走 什么都没走 然后选择了一个点三三 这个有个二路渗透 对 然后白点三三 点三三 黑棋 黑棋是挡在这头 这边两个开始拼 拼米诗飞刀了 白棋是爬 这个太复杂 这个搞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都没搞清楚 这都需要勇气 这你说下这个定势的时候 两位棋手都是顶尖的高手 他们肯定都研究过 但都研究过都在下的 双方肯定是在拼的是勇气 看谁研究的更深 对吧 然后冲断 冲断 白棋小尖 黑棋小尖 黑棋小尖 这都是很正常的定势 长走 扳 然后呢 沾上 他选了一个比较简明的 看来杨领星还是不太敢 跟谢豪拼这个 小米飞刀当中 沾是最简明的下法 对对对 搬一个 对 是不是是最复杂的吗 对对对 沾一个 他什么虎吧 好像是 对 这是最复杂的 这个就很头疼 对 这是最头疼的 看得清楚了 他没有选择拼这个呢 显然他 他对这个局部 他不太敢跟谢豪拼 是 走了一个 沾上 然后白棋是 下粒 下粒 黑棋是跟这个 对 这个就比较好 简单多了 这个就 对 这就比较好理解 黑棋棋子 对 这都差不多 但是接下来呢 我觉得好像 我对杨立新他这步棋 我觉得他这步棋 从逻辑上来讲 从他后来的逻辑来讲 我觉得有些奇怪啊 为什么呢 就是他走这步棋 白棋实战是拖先 然后他来选择贴这个 对吧 那我觉得从他这个逻辑来讲 他为什么不先贴 先贴 你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长的 对吧 然后他再走 那他不就贴到了吗 是 是不是 对 他非要等 这个时候你打入的时候 我再来贴 白棋有可能选择拖先 对啊 人家就有有拖先的可能性了 所以 对 因为这边加个子 这三个子的加人就变小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他既然 如果想强调这个贴大的话呢 他还是应该先贴掉 再 再走是 比较符合他 他的这个作战思路的 是 所以这地方有些奇怪 有些基本上就逻辑上的话会奇怪 实在走的是这个 白棋 这道棋 AI给我们推荐的学弟也很有意思 但是他选择在这 这这步棋好像 这个调升率调了挺多的 好像我看了一下 他说应该走在这 走在这 他就是 直接走这 就是要活脚 如果你 如果你往这走 他不是一飞就活脚了 对吧 然后如果你在这一带什么防守呢 他就可以 飞出去 或者在这 或者在这也行 他觉得就是这一下便宜了木树 应该走在里头 但是呢 实在是贴在这 对吧 对 黑棋是贴这个 然后白棋点33 对 所以为什么不先贴 我觉得先贴会好一些 现在没贴到 贴 然后黑棋是团 团准 然后他就再飞 走成这样 我倒觉得白棋还可以 那总老师您觉得 这两步棋的交换 白棋是便宜了还是亏了 因为刚刚咱们走这 黑棋是走这 然后白棋再走这 其实就是差了 这两步棋 这两步棋 黑棋会冲现在吧 对 但是他这两步 也是有便宜的可能啊 就是将来啊 将来这个棋 他先把这两个 比如说救回来以后 将来他搬先手 哦 对 他这个搬是先手 没有个力 对 你这边已经被阻断了 对吧 对 这个搬阻断了 而且呢 他油还有这个棺子便宜 这块棋 眼味还有一点问题 对对对 就是一旦外头被封住嘛 是 所以他这个棋形 他他交换到一下还是有便宜的 嗯 好像还可以 对 现在就是说白棋 黑棋现在这个贴啊 没有贴到 好像这个速度上是有些 有些慢 点完之后 这个非黑棋是冲 嗯 冲 冲反正一本 一本道 对 对 白棋是大 这个爬还是很有必要 这爬很大 如果你走别的 黑棋有可能会挡住的 因为这木数还是挺大 对 爬完以后呢 你自己就不好意思再补了 你再 你再补就 这太锁了 那还可以搬一下 嗯 然后白棋搬 对 这地方白棋下来还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 嗯 白棋把上方安定 哦 黑棋把这个搬住 对 这个也只 也只能搬住了 对 再我爸被白棋长黑 什么都没走到 对 我关键他长有鲜柔 他就有个断 他现在有个猜疑以后 是 对吧 他就有个猜疑以后 他就有个断点大家要看 嗯 他这个还瞄着你的断点 对 所以黑棋就必须要走这个 那换言之 其实黑棋如果说 他一定要拖鞋的话 他这两个别走 他这两个别走 他这个时候不知道能不能 杀出来 对吧 直接杀出来 对 这样反正你虎 我就跟着长 我这个不交换呢 你这个长我就没那么担心 嗯 因为长我就可以贴出来了 对 刚才走完以后呢 就 这一长你得补齐 因为白棋就有点不舒服 嗯 从实战的进程来看 白棋 布局还是挺成功的 我觉得白棋还是不错 对 调子很好 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白棋 吃了三颗子 但是整体的木数并不多 对 啊 这一块你看出光点木数的话 呃 也就不到二十木戏 对吧 嗯 所以说那你看白棋的角 就已经有有十多木了 嗯 所以 感觉上好像白棋还是可以的 现在白棋 等于可以回到这里来处理这块 白棋想先 嗯 然后黑棋是点一个 啊 这个点 点的想想回去 对 想拳一下白棋 肯定不会那么老实会让你回去 他希望你 逼一下 你跟着走 他在截断 嗯 嗯 其实像这样感觉 白棋现在是挺挺不错的 这块棋 也就 不到二十木 对吧 十十六七木 刚算木数的话 那么 就剩这一点 白棋黑棋也就是说 三十木都不见得到的东西 那这个角你挡先手 这也是 十六木应该有 二十二 然后把这挡了 已经三十木了 黑棋的贴木就 不要困难 对 你就发现就是黑棋的木好像不太够 是 所以看起来好像吃了三个子 但是实际上 并不得分 不是很大 嗯 白棋这外面还有这种先手 对 这边不是很 以后以后多多少少 这还有点借用 对吧 然后黑棋接下来是这边 走了几下先手 嗯 又打了一下 稍微打一下 走不走 倒不所谓 反正 然后呢 然后是 点一下 都是先手 哎 他这把那么多先手走掉 是什么逻辑呢 他要发起 反击 不是 他为什么把这些走掉了 这几下也走掉了 因为他不是 不是独秒的棋 应该不是独秒的棋 这是慢棋 我觉得 慢棋他把这些 必然那么必然的棋 给走掉干嘛 不浪费 结财呢 这几下走掉的话 挺好 你解决他 接下来要冲这个 我看到了 但这一下走掉 好像确实没什么必要 一路挡掉是 什么时候走都是先手 不是太理解 反正先手走掉 以后结财会有点关系 这里边局部来说的话 这里边是不是有杀棋 这里边是活的吗 走这 他怕以后就我要 外头厚了 外头厚了 我要杀你 怕你挡不到了 走不着 这样一个担心 那也有他的道理在里头 那也就是说 黑棋这一带 都是先手 先手一味 里边有一个 是 有不活的因素 但是 但是他 他就有个断的问题 白棋 黑棋要杀 外头得特别厚才行 里面 里面借用还挺多的 黑棋先冲的是这个 黑棋要发力了 他不肯 不肯贴 他不肯贴 被你挡死 所以他发力 但是这个就是拼计算了 这个双方都 都有一本道 你挖出来 他不肯这样 这样他才觉得不够 这样简单的回去 他觉得不够 他要这样 那是有凭计算力了 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说实话 这个 突如其来的战斗 这个棋 我觉得这个 年轻人 这个确实计算力太好 这个哪算得轻 战斗力也很强 冲 然后继续长 先打湿了一下 对 这边先交换了一下 这个说实话 这要对局的时候 太难算清了 这变化太多了 对 长到这儿 然后白旗也只有贴 局部杀器 白旗如果顶的话 这里边杀器 应该是 看起来白旗应该比黑旗气长 但是可能 关系到这边的死活问题吧 对 他现在是不是 他就是说 如果 如果顶 他要拐这个的 他不会去走 他拐这个 拐这个 他下手就肯定杀你了 对不对 对 下手就肯定杀 你要是杀一个 他就杀你上面 是 对吧 他就是还是刚刚讲的这个 年轻人这个计算太可怕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冲了点 党 从这个党就开始 对 开始预谋 预谋着这个 挖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中国的顶尖棋手 这种计算力有多强 所以白旗呢 他不能让你赌这个先手 他必须贴 贴完了以后呢 黑旗自然就只能是在 拖棋 这里走棋 拖一个 但是到这 到这个变化 应该是两位棋手 你可能能够算得到的 对吧 但是问题是 你算到这个变化以后 这个战斗究竟谁更有利呢 这就搞不清了 因为我相信谢 谢豪虽然这个计算力很吓人 但是我相信他到这以后 他是能算清楚 那这太厉害了 这个 因为接下来 你看白旗要 肯定要搬出 对吧 搬出 那黑旗跳 那就 这块棋没活 这块和这块的对战 还包括上面 这要整个算清楚太不容易 所以 这个就是他 他我觉得两位棋手 算到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算接下来就剩下一个判断的问题 因为你确实再往下算 你从这个时候开始算 你算不了那么多 是 就很难预知后面的变化 对 那就是其实就凭的是什么呢 就凭感觉 就你平时的积累 你感觉这个旗的战斗 是你有利还是不利 对吧 但有些这种地方 一旦是判断出问题 那按AI来讲的胜率 可能就几十个点就没了 我们看实战 实战是白旗是退了一个 退先手 然后是退 然后这边搬出来 这种旗行 托是常用到的 这是常用手机 大家不要去顶 那顶完搬 白旗一连搬 你就反倒难受了 你只能是沾上 对吧 那如果你单托呢 你看你搬 他就退了 这样你再退 你就不会去挤这步棋 你就不会挤这去 所以你顶了搬 都是一个属手 是 单托的好处就是说 你这样单搬 我就单退 你这样搬呢 那你等于是 刚刚我顶了搬的时候 你断了一下 对 你断了一下呢 黑旗这个 眼形啊 肯定比刚才这个眼形要好 所以这种拖啊 是常用手机 好白旗退 黑旗呢 自然就是单退回来 单退回来 白旗肯定要处理上方 走 这个地方也是 长 我看 AI这时候给的推荐是照了照 这部戏还是相当精彩的 照了照呢 他就说这样 好像这个 我觉得还挺简明的 因为走在这儿呢 黑旗就 不虎就不太好意思走别的 因为我这个头在你前头 你走在这儿 感觉就很奇怪 我就不会长着这儿 对不对 我肯定不会长着这儿 所以他就给你这条路 那给你这条路呢 让你出来 还要打这个吗 我觉得他好像这个图 我觉得很简明 然后白旗就可以冲这个 他冲这个主要是 他是先手 你得补齐 你否则他这一兜 你这块没有活 对吧 你打拔 他就立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部 他是进活不了的 对吧 所以呢 黑旗得后手补一个 对 把这补完以后 黑旗得这么拐完以后 这样补一个 这样白旗是个先手 对 好像这个挺简明的 这样好像明显全局 白旗的空会多一些 实战呢 这个好像 这个线好像要 实战是长一个 对 他好像要吃旗了 开始发力了 要吃 要吃这个杨顶心 我这个实在是 反正我还是下棋 我这我绝对算不清楚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 走完以后 他先冲 冲反正那边是先手 逼迫你活旗 那灰旗是挡 白旗是上手 然后他是先沾一下吧 对吧 沾一下 沾一下 其实白旗啊 我觉得他为什么 如果说我下了 我会顺手先断掉 因为 我现在断 他最好是 我不知道现在断不断不着 他最好是这个都不走的时候 就这两个都不走 先走上边 这个都不走 我再断 我现在断你应该是 哦 也有可能反击吗 好像不太像 对 他应该先走掉 对 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 你这个不走啊 你兜杀黑旗的时候 这边一冲断以后 你可能就走不到 因为刚刚讲的断 对脚上是有威胁 但是脚上是个打结火 刚刚讲的 一个是打结火 还有一个黑旗的气挺长的 对吧 所以呢 你这种决先的东西啊 你待会这边杀起来 就不见得到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先走到 这边走了 断之后 这一带是有先手的 对 然后杀这个就更有把握一些 会好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还是还是有先断 不够机敏 还是说他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就将来黑旗杀白旗的时候 这边打完一兜 留个打结火 哦 留个后路 他给自己留后路 是吧 他因为如果这断完之后 这个一走里边是净死嘛 不断的话 以后都打结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不忍心 不舍得 太复杂 需要想的东西太多了 是 是断白旗是直接飞 对 直接杀 这个地方 我当时看的时候 觉得像是要立即 就要出结果的样子 这个这个白旗啊 他现在是 直接要把这块旗给干掉 那如果这块旗能够拿 这步级没走 他是挤了一下 挤一下倒不亏 反正紧细嘛 挤完 对 挤完斑的 嗯 那就这个地方 就是拼计算了 但是 能不能杀掉是个问题 跑也吓出来了 那些跑了一个 已经不管不顾了 然后黑旗 趁着 先不着急 先打吃 走 冲 然后再回来 哇这个 两个人 真是太猛了 这棋 说实话 只要是 有个地方算错 就崩了 嗯 现在就是白旗 肯定要断这个 白旗不断 这地方明显有个挤 这 这一挤 白旗就 就全没了 嗯 所以白旗应该只能是断这个 白旗实战是断 嗯 断这个 然后长 长的时候 没有 他 长了 是断的 对 我看错了 看错了 长了 他必须要使出这一招 拱了一个 哇 这白旗就是 专注的 一枚现在要杀黑旗吗 嗯 感觉 看着 这白旗现在有 有那么 需要那么生猛吗 他 他不能撤退吗 我觉得撤退 撤退 黑旗 对 就冲出来 对 他冲出来 冲出来的话呢 我把这个断掉 把这个断掉 脚上 我就活掉了 热掉以后 我能不能吃你这三颗子 我只要能吃到你这三颗子 就可以 但三颗子 好像也不见得好吃 是吧 好像可以吃 加 跑 冲 跑 哦 这边飞不住 飞不住 飞这边冲回去了 但是你贴完再粘 这边还兜着呢 嗯 我觉得可以考虑 我觉得可以考虑撤退 但是他 他可能就 压根就没想过撤退 他从这个地方算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部棋 可以 但这部棋 从实战来看 他可能是算错了 我觉得 他吃不掉人家 但谢尔豪呢 我觉得他从这个闷杀开始 他肯定就一直在算这个 贴柱的变化 嗯 贴呢 就是防这个 防这个地方的真吃嘛 这很好理解 对吧 那黑旗长手 先手 白旗必须要这里补棋 那么白旗呢 就补在了 怪 这个地方 说黑旗器 哇 紧出气 紧出气 黑旗是冲这个 但是好像 应该吃不掉啊 它断 嗯 这个这个还没有 这个没断 对 这个没有 冲断 冲断 黑旗也 白旗只有走这个 你吃完以后 如果你吃吃完以后 自己也跑不出来 嗯 撞气了 对 气有点 有点不太对了 好像不行 所以只能 动不了了 这这 外头 动不了 对 出不来 打一贴 这个直接闷死了 对 你漏包了 对 就是你 这已经动不了 所以不能打持 这个先手不能动 只能回退 但回退呢 黑旗是可以贴住的 贴住之后 里头呢 白旗是杀不赢 啊 里头怎么杀都是卖一气 你吃粘 你就一打吃就死了 那外头呢 如果你贴这个 黑旗可以扳 你你断 它可以顶住 这样你看起来 你可以吃三个 但你注意看 这是掉的 对 自身掉的 那黑旗可以先吃一下 对吧 然后 吃上头 这个确实早断就好了 断着的话呢 这个就有个后门了 是 现在断不着了 所以白旗呢 你看 如果说我刚刚讲 如果他 如果这边下法是一样的 他如果能把这下断倒 做一个交换啊 对 那他现在就可以这样下了 对 这边有一个加 对 这样呢 你你你吃通是吃通了 我把三个提掉 我才把这个吃通 那白旗应该是可以的 白旗空就多了嘛 但是现在呢 这样断不着 就是还有一块杀气的问题 那又复杂 所以现在白旗只能 虎着出来 嗯 只能是从这个虎的方式 因为刚刚讲 贴贴不出来啊 贴这个 现在他断也不行 对 这个这个也 这个就更不行了 是 这个的话 他他可以 他可以打完 直接打这个 对吧 还是个先手 对 先手断吃 对 所以说刚才那个单段 可能还好一点 单段还好一点 单段 单段大概就是刚才那样 但那样主要是 这个段看不清楚 这个段如果不行的话 白旗那边死了 可能也不太行 所以现在白旗就 只能这么去出来 这边先送一个 嗯 先打一个 然后再打出来 看这边打出来了以后 完全是什么 然后黑旗呢 先外头一打 白旗 对啊 这就一本道 这个黑旗打吃完了以后 白旗是三口气 三口气里头是几口啊 嗯 白旗不够啊 这样 他实战就这样了 对吧 那白旗有什么好手没有 这三个死了 对 实战是把这三个死气掉 然后把这三个死吃掉 对对对 只能气了 现在杀气杀不过了 对 走了一圈 但这一圈的交换 对啊 下了这的时候 白旗也很亏啊 线好就后悔死了 要是断的话 直接打了 就死了 这样就可以这样 就把黑旗吃光了 对吧 就这一下没断到 之前 可能之前应该 我觉得之前应该有机会断的 他那个什么 比如跳什么这些的 之前走 有希望走到 但之前断到可能黑旗 下巴不一样 他会换一种下巴 下巴 黑旗可能先杀罪头 有可能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旗还是 很难预知的 确实很难预知 实战是走的是这个 然后 先把自己确保自己 这样 他直接没交换 对 单段好一些 单段好一些 那黑旗是不是先杀这头 黑旗先提了一下 先提 然后白旗得补 然后脚上走了一个 脚上还掐一手气 黑旗为什么要补呢 我觉得脚上不是刚刚讲 是个打结活吗 先杀这头啊 这先杀这头也很大 这 这比说 这跳下来 这跳来 白旗这一块 这 这这一块也很大 对 这这盘盘也是相当相当夸张啊 对 但是邹老师这个这个脚 如果黑旗寻球打结的话 嗯 那么这一块是死了 因为白旗这个打下去立先手 这一般 我我知道 但是这块小啊 小是吧 这块小啊 而且而且我这边 其实我斑长都是先手 先手 对吧 斑长都是先手 其实这块也不大 嗯 对吧 我现在跳下来以后 待会我可能有断的可能 我就杀这边 其实这一片很可观 我不知道 我没没看过 AI的判断 会能不能脱陷 我也不知道 我我第一感觉 好像杀这个也很大 对 这样白旗暂时 现在应该还来不及 抽不抽不出空去吃那个脚 或者这个旗 贴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那白旗只能长 然后我再贴 再贴 这样你 这好像还是只能长 不然我断 这白旗太危险了 这这贴出去 你进 白旗你可能没发现 你进的撞墙吗 对吧 所以贴这个呢 白旗可能就只能是杀杀这个 但我觉得这样 黑旗是应该是比较主动的 你走这个 我这还是一个打结活 这我搬来尝试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先比如说 先攻杀你这片 然后利用这个结来打 我觉得好像可以考虑这么下 但是但是但是这也乱 算不清 但可能觉得已经优势了 提了一个 对 脚伤是补了一个提 但是棋应该拐掉再提吧 这个还是应该 细腻一下 肯定应该是拐掉再提 棺子便宜的 这下半里有可能拐不到 对 然后黑旗是 白旗走 白旗走的是这个 可能觉得已经优了 我觉得黑的 因为整体来看 白旗还是杀炸 杨顶心的棋 就是比较稳健的 我觉得换一个棋手来 有可能不见的布上面 觉得他感觉他觉得优了 确实感觉 白旗肯定是亏了 扎了一串 这被人家抓成这样 你全抓在里头 这样控怎么样了 这块还是16 26 40 白旗有40多目 我觉得黑旗现在应该优势了 对 我感觉黑旗应该是优势了 然后接下来白旗 搬脚 靠 走了一个 这个后续也很 常见的一个定型 对 他就想兜下来 把这个给兜进去 然后黑旗反吃 白旗沾上 感觉上杨立行吓得有点 意犹事意是过于乐观 我是觉得这一代应该有更好的下法 有点乐观了 看看他实战 然后他飞起 打吃 打吃完一路飞 一路飞是要求便宜一下官子 那黑旗不能顺手先点一下吗 感觉上应该先在外头先便宜一下是第一感 不想让他飞到 不想让他想便宜一下 黑旗是冲一下 下的很老实 我觉得黑旗下的相当老实 全部跟着硬 这边也 这边也沾了一个 对 这也没有点 这下 这下应该总是能点的呀 为什么不点一下呢 嗯 这个肯定应该点一下 我觉得 点 白旗没有反击 你总是 他可能觉得已经赢了 我觉得梁迪琳可能觉得已经赢了 没有必要去给你 白旗是上课 作为白方来说 一直在寻找这个战机 嗯 形势可能不是很乐观 然后断 白旗是 对 靠断 断 打下来 断他就是说 你要是打吃这个 他就他底下打 是吧 打完一退回来 是吧 生吞这个条边 对 所以你要打吃这个 白旗是朝 一起站上 那白的行还可以啊 这白的 把这个子给吃了 嗯 哦 把这个束缚掉 这还是很舒服的 其实 要走完以后 静上这还很舒服两下 嗯 愉快 愉快的先手 嗯 然后是怎么定型 嗯 黑旗打 打上面 嗯 白旗打下面 你看这下点上就舒服了吧 现在变成虎来这 对 这个盐味就差很多 对 肯定应该点一下 是 当时肯定是乐乐 太乐了 下了 下了太 太快乐了 这边 嗯 也是先手 走两下 这个也很舒服 对 这也很舒服 嗯 所以白旗看起来吃了很多 全是干的木啊 然后再收刮这块嗯 飞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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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不便宜也不知道 然后才弯了这个 啊 啊 他挤 啊 煎 煎完以后 挤一下 嗯 然后 哇 这么顽强 啊 他一靠这个一路先手是吗 靠这个一路先手 他就可以 做活 现在有一个 这个打劫 白旗是不怕的 是吧 冲都白还挡回去吗 白就会挡吧 打劫吧 打劫 他 他截才挺多的 打劫 他自己 还有本身截 让黑旗 接一下 嗯 啊 白旗是退 然后冲一下 但是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 以后可以 可以单 单挤这个 单挤这个白旗的眼形 能够吗 单挤如果你做活 我这个木树还是可以的 嗯 好像以后有个单挤 走完以后 就黑旗是走到二楼小间 然后白旗靠住 就形成了一盘收关的旗 不知道他不敢 不知道现在形势怎么样 然后黑旗是断 嗯 黑旗是断 嗯 哦 黑旗把脚吃了 没有 他先他先交换了一下 他这个交换掉了 嗯 他不想他不敢看不清 他如果单挤 他担心白旗虎在这儿 然后你要杀呢 他肩在这儿 你自身没有活进 嗯 嗯 他不敢拼 嗯 嗯 黑旗这边先小肩了一下 嗯 跟团进行了交换 对对对 然后把脚给吃了 反正感觉黑旗呢 后半盘是下的有点松 当然如果他赢了 他就是用最稳健的下法 赢了这盘旗 对吧 现在你看这下没拐到 应该木树要亏 这边下完之后 感觉黑旗找到一种 最简明的方式收冰 对 然后这边小肩 小肩 小肩白旗接上 那这样 接下刚才做活前 没拐到的话 别人家挡 挡先手 应该要亏点木吧 嗯 亏的可能也不多 对 接下来黑旗是 走哪 团的爬 嗯 爬白旗 打的时候黑旗断 嗯 爬是 那么跟冲了拐 不是一样的吗 他是爬 然后白旗吃 然后黑旗是断 白旗提 那黑旗冲了拐 也是会达到这个效果呀 嗯 是不是 爬首先白旗呢 他 他不能粘 粘他 它这块 没有完全是眼 只是半只眼 这一断了一跑 就是死了 对 这样呢 他可以靠 他是想呢 沾成这样呢 他就一搬 你就死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他单爬 单爬白旗 打吃在这儿呢 现在黑旗 如果说 你你搬 他靠这个提来扛 嗯 他提 补入上头 也补入上头 两边都补 靠这个 就这个 嗯 但如果你 你沾上呢 他就可以 可以立吧 应该 可以立 立他就活 他就有个后门 嗯 这也是白旗 刚刚下这步棋的原因 是 他有个后门 实战黑旗是选择开截 嗯 断 然后白旗是体 嗯 然后黑旗是 哎 踢的是这个 这是 黑旗这边 嗯 半弯打截 半弯打截 你看 这黑旗踢截 黑旗 黑旗 半弯踢回来 然后现在白旗是 踢这个 嗯 打进去 嗯 虎是数 踢这个 铺一个 铺是截 铺在这团 然后提 提黑旗打上面 打上面 白旗提 黑旗提截 哎 谢谢 嗯 然后整截上 他这还有个截吗 他这还有个截 然后白旗这有个截 嗯 打 打 提 然后黑旗扑 那现在黑旗怎么 能断这个截 啊 就尖这个截 对 嗯 然后白旗 一下截 沾上 黑旗把这个 断了 嗯 嗯 嗯 那黑旗是 嗯 白旗是 显身一个截材啊 显身一个截材扛住了 也是很显 刚刚插一个截材 白旗打这个 嗯 哦 你看这个木树还亏不少哎 嗯 亏不少的以后 白旗搬仙手 你做活 他有两木截 你要是把他拐掉 就没事 对啊 这个棋 这个杨领心 这事物不应该啊 这明显应该拐掉 嗯 这个杨领心的官子 一向都特别出色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物呢 这明显亏了不少 大家不知道 他的棋是不是 还是没有问题 当然可能还是对 这个形势 过于乐观 啊 我觉得 形势很好 对 确实是感觉白旗已经吃炸了 对 而且中盘可能计算出了问题 是 太复杂了 确实 做成这样 白旗打这个 白旗跳住 嗯 然后走 那现在这棋 后面是出结果了吗 现在已经进入官子了 嗯 进入官子也没什么变化 是 你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后面 对 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吧 因为后面我觉得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除非是差距很大 哦 赢了半目 嗯 那就说这个棋 半目胜负 很细 那 那这个 那这个杨领心 赢得太幸运了 本来 本来这棋 这个下完 绝对不会说是这么细的棋 他哪怕把这个拐掉 就不止赢半目 这差太多了 这个以后你看 白棋搬先手 你得做活 你只能在这做活 在这做活以后 他他一立 白棋长两目 如果你拐掉 自身的木树是一样的 嗯 对吧 这应该没有死活问题的 没有问题 对 是活 所以这样的话 黑棋的木树一样的 那白棋这个地方 至少差一木左右 对 这肯定是亏了 而且后面我觉得是下的 有些 有些软 对 后来 像这样我觉得 后来也没有摆的必要了 后面太多手术 我们也摆不完 是 最终是 杨理晶是 很幸运的 赢了半目 这个棋 怎么说呢 这棋也是 虽然说中盘 有明显的失误 但是后面 确实是下的很精彩 作为这个谢豪来讲 后半盘下的很顽强的 就是包括这个二鲁 还有包括这些顽强打结 一直在追赶这盘 对 他其实打结 虽然说正好是差了一枚劫财 但是他度过了难关 因为什么呢 本来白棋这个结是一直扛着的 他一直有 对吧 他不能花一手去补 所以他一直撑着 但是你看通过打结 黑棋虽然说吃掉了这两颗子 但自身也损了一不少目 自身损了一不少目 所以黑棋应该有更好的下法 他比如说他这两下 当初别那么愉快就好了 对吧 当劫财走 就搬了场这两下的时候 先动那边 对吧 是 所以这个棋肯定还是 杨立新获胜的方法很多的 但是他肯定有失误 最后我估计他赢了半目 他肯定也是一身冷汗下来 因为后面肯定赢的方法很多 虽然他优势很大 他这地方刚刚讲的 从这打拔出来 就一直留着一个结 那他这些刚才肩肠斑肠 浪费了四个结菜 结果你看就差一个结菜 所以说还是赢的比较幸运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烂科杯 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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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